主料,猪肚400克,辅料,油,盐,葱姜蒜,花酒,大料,黄酒,红油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猪肚点开,用面本反复揉搓表面和内部,减去白油,用清水将猪肚洗净,用盐再反复揉搓表面和内部,冲洗干净,葱姜切断,红椒切丝, 将猪肚放在凉水锅内,煮沸后,捞出猪肚到掉水,另续一锅做上清水,开锅后,放上猪肚,猪肚加清水烧开后,加酒,葱,香料等和姜烧开,放入盐烧酒,盐烧取醋可以取出臭味,烧开后盖上盖继续烧30分钟,加入少许生抽调味,再加入胡椒粉和少许白糖调味,取出后放在盆内, 下面,用重物压两小时以上制凉,将捞出的猪肚晾凉,后切丝带用,将切好的红椒丝放入装有肚丝的碗中,放入生抽和红油,加少许盐,糖,香油,胡椒粉,蒜蓉拌匀,最后撒上香葱末和熟芝麻即可盛盘,烹饪技巧 一,猪肚清洗的干净与否,是决定成品有没有膳胃的关键,二,通过一热一冷的清洗方法,可以很方便的去除白沫 三,通过表面压重物,可以将猪肚加实,肚刺的口感更佳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发现了,别忘了,别忘了! 谢谢观看